又一本土剧演员爱事,死讯隐瞒三天真相太心酸,临走前一幕曝光让人泪目,本土剧演员贺军正在嫁妆饰演老师陶海人江树根,许多剧迷对他都不陌生,然而他演完此戏后未有新作品。 2016年10月20日,噩耗传出,令人痛心的是,他已经在17日因患膀胱癌病逝,享年63岁,贺军正生前在罹患膀胱癌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定期接受化疗,然而病情却在最后阶段急剧恶化,最终以低调的方式辞世。 直到他离世后,公司才得知这个令人惋惜的消息,经纪人表示,贺军正的工作态度一直非常敬业和负责任,在拍戏期间,他因为不想给剧组添麻烦,常常忍着不去上厕所,这种习惯可能也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在拍摄嫁状时,贺军正一次上厕所时发现有血尿,随后的检查揭示了他患上了膀胱癌。 贺军正年轻时曾在老三台演出,近年来则在本土剧中展露头角,在嫁状中饰演陶海人,与陈英杰搭档演绎一对夫妻。 他在剧中个性老实,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如此,被描述为好好先生,人很有善,特别关心年轻演员,常常在片场展现带后背一起演戏的形象。 演员罗巧伦曾在剧中扮演贺军正的女儿,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感到震惊,多次询问记者是否属实,他整个人吓到几乎无法言语,他表达是,贺大哥极为敬业。 罗巧伦指出,贺军正每次都会亲自骑摩托车来拍摄现场,尽管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曾告诫他不要憋扬,以免像他一样最终出现膀胱问题。 罗巧伦在杀青后未曾与他联系,以为病情已经控制住,没想到传来如此令人痛心的噩耗。 贺军正在演出《嫁妆期间》,感觉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接受诊断后发现患有膀胱癌,经过手术治疗割除,大病一场报受约十公斤。 戏剧杀青后的近七个月后,他接受了化疗,然而最终未能战胜病母,病情急转直下,导致感染败血症最终离世。 此时,贺军正的经纪人透露,贺大哥生前个性不喜欢麻烦他人,因此即使病情危急,也不希望大家前来探望。 最后,他简单交代医院,让妻子与经纪公司沟通,直到收到他的病史消息。 因此新闻曝光较晚,经纪人进一步表示,贺大嫂也非常意外她走得这么快。 因为贺军正生前多次嘱咐家人,不要对外透露病情,若有必要。 等到他离世后再通知,希望不要惊扰大家。 同时期望大家只记住他在作品中帅气的一面。 贺军正的妻子透露,贺在生命最后阶段完成了最大的心愿, 将已雇母亲的骨灰移到西纸公墓。 他生前热衷于收藏家具古董、石头和木头,特别交代不要丢弃这些收藏品。 在挨末期,贺军正仍然坚持回剧组拍戏,身上背着尿袋,还要回医院接受化疗。 由于家庭面临经济压力,主要是由于被宏达电股票套牢一千多万, 制作人赵金虎透露了他的财务困境。 然而,民事凤凰艺能公司仍然帮助他完成了他的赚钱遗愿。 贺军正平时不咽不酒,会患癌除了憋尿习惯, 还有一部分与他的股票投资失利有关。 由于长时间心情不佳,生理和心理受到影响, 他曾经跟随岳父一起涉足股票市场,好时跃入百万, 但后来因股票亏损却坚持不卖,造成了经济上的困境。 此外,贺军正在医院中提到,希望妻子和女儿, 儿子能够接手,继续帮他进行股票操作。 然而,妻子和两个孩子看着他玩股票大起大落, 不愿意重蹈覆辙,是唯一为答应他的遗愿。 由于他个性低调,不愿打扰亲友,希望能够安静地离开。 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等到他去世后, 在通知熟悉的友人和经济公司。 他的太太稍早表示,贺军正对家庭富有强烈的责任感, 生存意愿极强。 在接受化疗和电疗期间,他表现得非常坚强,突然离世让他和孩子们感到十分不舍。 据悉,贺军正生前多年涉足股票投资,在股市中投入了相当一笔资金, 目前负债二百万。 如今他离世,妻子和两个年近三十岁的孩子将不得不面对这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贺军正是一位台湾电影和电视剧演员, 他的父亲是山东人,而母亲是台湾澎湖人。 贺军正则在高雄度过了他的童年。 1978年,他成功考取了中影和永生合伴的演员训练班, 成为了当年录取的十位学员之一, 与胡慧中、王富士、张纯芳、苏明明等同期学员一同受训。 贺军正本是化工专业的学生, 但一直对演戏抱有浓厚兴趣。 在进入中影演员训练班之前, 他已与台式签约成为基本演员, 参与过周日剧场及一些单元剧的演出。 随后,他参加了由永生电影公司 及中影合伴的演员训练班甄选, 从三千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十位正举学员之一。 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贺军正说, 当时报名参加甄选, 根本没报任何期望, 只是出于好奇, 心中没有太大的压力。 因此在试镜时, 表情操作相较其他人更为自然。 贺军正自民国67年参加中影演员招考后, 进入演艺圈, 参与拍摄了许多电影和电视作品。 赵金虎透露, 贺军正曾在过去投资股票, 但近年来遭遇了困境, 经济状况不佳。 此外,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参加劳健保了。 因此, 赵金虎帮他加入了中华演艺总工会, 并在民事拍摄了多档电视节目。 贺军正在患癌化疗之后依然坚持回归影坛拍戏, 展现了极高的敬业精神。 中影训练班结业后, 贺军正参与了徐静良导演的电影《拒绝联考的小子》演出, 随后又出演了一系列学生题材的电影。 多年来, 贺军正深知不能对自己的作品过于自满, 这样会妨碍演员继续进步的机会。 对于自己从事演艺工作的看法, 贺军正淡然一笑, 当初的确全心投入, 将演艺工作视为自己的职业, 但是时间是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的。 为工作而工作终究只是理想, 最终仍需为生活而工作, 人毕竟要学或适应潮流。 贺军正早年曾与彭雪芬合作过电影《拒绝联考的小子》, 当时是备受瞩目的电影《小生》。 之后, 他在电视圈活跃多年, 近年来参与演出多部台湾本土剧, 其中已在《嫁妆》中扮演老实的 陶海人江树根而备受关注。 他生前参演的电视作品, 阿布拉的三个女人, 也在台视热播, 在台视播出的连续剧《冷月孤星剑》中, 贺军正扮演少城主东方飞火,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演武侠剧。 对于脸上浓妆厚抹和沉甸甸的戏服, 贺军正有些热得吃不消, 但同时也觉得这样的经历十分新奇有趣。 在《中影文化城》外景拍摄期间, 他碰到一群好奇的外国观光客, 他们拿着相机疯狂拍摄冷剧中的演员, 贺军正要求他们务必将照片寄给他, 在电视剧演出方面, 贺军正认为这是一个电影演员, 强化个人演技的绝佳机会。 他参与了一部冷剧的演出, 发现在被台词和表情变化方面都相对较为吃力。 贺军正认为电影和电视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 电视演员的情绪可以连贯, 培养情感较为容易, 而电影演员由于受到场景限制。 情感难以连贯, 对于自己的演出状况, 他强调, 每录完一段戏, 心中没有一样感觉, 说明我的演出正常, 如果感觉心里怪怪的, 就表示我的演出不理想。 但我仍会江西录完, 回家后静静思考, 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 贺军正热爱骑马, 在赶场录像的闲暇时光, 他会到青年公园溜马, 通过骑马放松紧绷的神经, 特别是骑在飞奔的马儿背上, 对他而言是一种非常过瘾的体验。 此外, 贺军正对古董有浓厚兴趣, 家中定月了, 故宫月看, 他甚至能够通过 观察一尊宋代佛像手指的差异, 来判断其属于南宋, 还是北宋的作品。 家中挂着一幅名为 《海市蜃楼》的 明末清初时代的古画, 贺军正将其视为传家之宝, 珍藏备质。 田娃和贺军正相识, 已有三十多年。 他回忆说, 他以前常常来我家, 我妈妈会炖鸡汤招待他, 他外表斯文, 一直很关心照顾人。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时, 感到非常难过, 于是我决定一定要亲自前往, 将他送到火葬场。 演员张富贵与贺军正合作过, 阿布拉的三个女人, 他回忆道, 他才刚一出院, 隔天就来拍戏, 而且还是到台南, 身上还背着尿袋, 行动不便, 看了让人心疼, 有一场吃饭的戏, 他需要坐在板凳上, 他还拿出靠枕,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休息, 他说不要了, 不要打乱拍摄进度, 而且也不会表现得很可怜, 仍然会跟大家聊天, 一上场就又变得充满激情, 完全不同于刚刚闲聊时的样子, 这就是资深演员, 贺军正为人低调, 家人生活过得简单, 离开时, 一人舔娃, 张富贵前来吊咽, 张富贵提到贺军正印象最深, 就是人很风趣, 工作敬业, 之前拍阿布拉的三个女人时, 贺军正前一天才开刀, 隔天就到台南拍戏, 一场饭局戏, 由于板凳过瘾, 他还需加以电, 张富贵直言, 大家看了当非常不舍, 贺大哥却从头到尾没嗨声叹气。